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陳錦權先生 Anthony 再歡迎你 多謝你 剛好是一年前跟你聊天 時間飛逝 真的飛逝 好像很近期跟你聊天有一年 是的 真的很快 記得去年跟你聊一年的時候 就是劇季剛開始 就是香港話劇團的劇集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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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每年都要做一個平衡劇 是要鼓今中外 喜怒愛樂 也有機會給團員發展 但劇目也要吸引香港觀眾 所以劇劇真是搞盡老汁的 所以今年的劇劇真是五花八門很多之多彩 很多戲都是心頭所好 所以逐個逐個講 有很久講 主線演出今年有七個 也有一個特別去元朗劇院做的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去過元朗劇院演出 也可以跟元朗的方眾分享我們的戲劇藝術 今年有幾種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重演 重演的劇目有很多個 為什麼要重演呢 就是我覺得有些戲實在很有價值 做得很好 但是可能還有些瑕疵 或者更好的想法 得到觀眾的反應之後又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好起百回漢 一個好的劇本 要重演重演才會變成經典 即是Shakespeare要重演這麼多次 現在就是經典 今年的重演 第一個就是《橫衝直撞》《偷錯情》 是去年的劇目 其實去年的時候已經是重演了 也就是重新繼續重演 是ievival 今次是 станet rerun 重新再編快 就上次再編快 重新再編快 持續第六 再精耀化 是一個Rerun 這是第一 這部戲是馬上提的 今次戲劇頒獎禮 我們得到好像六個題名 是最多演員得到的 最佳男女主角 兩個 三個 最佳男女配角 和一個最佳導演 恭喜你 所以有些題名我都很開心 表示很多人欣賞這個戲 另外一個 其實是《胡連》 最佳整體演出 幾年前的最佳演出 就是《我愛阿愛》 董Sir的劇本 May姐導演 那時候演出的時候 已經是故事人口 所以今次 要重新炮製 基本上是原班人馬的 去演出 這個很屬於一個很香港氣息的劇本 還有一個重演 另外舊一點的重演 就是一個叫做《才子亂點》 《趙佳人》 這是我以前和魏晉同學會 一起發展的戲 剛才說到元朗劇院演出 就是這個戲 這個戲是老少咸義的 又有少少戲曲 串少戲曲是玩的 但是那個形式仍然是一個愛情的喜鬧劇 所以就算是很少得來 都很正經 還有在劇本裏面那種 滲落等等 都要鋪得很仔細才行 應該是一個很好玩的戲 這三個就是主要重演的戲 兩個就是重演畫劇團的戲 一個就是重演你自己的戲 是啊是啊 那你自己重演的戲 其實你說在元朗那裡 是不是開拓了新的觀眾群 我也是這樣說 因為其實香港的人都會去元朗看戲 因為元朗劇院實在很漂亮 其實很舒服 是元朗劇院 我很喜歡那個劇院 所以未去過也要做 我們也有責任去帶戲 去不同的劇院 不同的地區去演出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你也是選擇一個喜劇 不是正劇悲劇 是的 我想容易去吸引觀眾 一來 二來可能會喜歡這類型的 比較地道的香港色彩 很濃郁的劇曲的戲 這個真的是古裝 我們真的是用大戲的妝來做 不單是古裝 而是真的像騙子 大戲的服裝 舞式去做 但是這個舞台是現代的 所以很有趣 是一種可以叫做 cross culture的碰撞 是 但不是唱粵曲的 有些粵曲的 小調 有些粵曲的 有些幫忙 滾花 花下句 花上句 那些 我們也會找些樂師去錄音 不要現場伴奏 因為不是一個音樂 所以是很好玩的戲 這三個主要是重演的戲 上次剛才說了 有些戲就是翻譯劇 西方的翻譯劇 今年一個重頭製作 就是在文化中心我們演出 《魔鬼契約》 這個名字是《我新改》 其實是改編自《佛士德》 講《佛士德》 很多觀眾說 很深 其實不深 是一個很有趣的 幾個魔幻的戲 或者講了一個 博士怎樣去把自己的靈魂 賣給魔鬼 而享用了24年 暢所欲為 全知全能的一個生活 究竟是怎樣呢 他找不到有什麼答案 生命裏面 其實那個主題 都很現代 我又很貪心 我很貪心就是 因為《佛士德》有很多版本 最出名是Milo的一個版本 英國的 德國歌德又一個版本 這次我演出 為什麼不叫《佛士德》呢 我就把哥德的版本 和Milo的版本 合併 變成一個全新的版本 都是叫《日劇》 不可以說我原創 很多很漂亮的台詞 都是原著有的 野心很大 兩個版本 《佛士德》 你選擇它 有一個好的台詞 好的場面 好的片段 因為它裡面都很epic 很片段式 就是它好像一個旅程 好像西游記一個旅程 那樣 所以有很多片段可以加上去 那 哥德的好處就是 它有一段真正的愛情在裡面 那 Milo那個就沒有 所以兩樣各有角號 Milo那個就有魔幻的色彩 有遊地獄 上天堂遊地獄 這件事在場面上 也是很豐富的一個演出 這是一個新的改編劇 另外一個就是 英文名叫做 《God of Carnage》 我們司徒為了改了一個新名 叫做《逗黎戰爭》 很久沒有聽過《逗黎》這兩個字 很有趣 其實是講一對父母 一對很受教育的父母 但是它因為為了子女的問題 開始爭拗 甚至大大出口 反映現代人 尤其是家庭 那種這樣的想法 就算是很有道德教養 很有智慧的人 為什麼會去到這樣的情況 它在想什麼呢 這個《逗黎戰爭》 因為它是一個法國的劇本 我們拿過這個《逗黎》的時候 它就要求我們由法文直譯 所以我們的戲的英文名 沒有英文名 有一個法文 我都不懂得讀 《The Lou du Carnage》 那個編劇 中文叫做《瓦斯曼娜》 好像大家未聽過 但如果我講另一個戲《藝術》 有三個男人買一幅畫的戲 就是他上的劇本 這個是他最近最佳劇本 《Toney Award》的劇本 也很有趣 只有四個演員 兩對夫婦 會由司徒衛卓導演 另外一個新翻譯劇 Anthony 是不是一個重頭戲 跟著你講的那個 那個不是翻譯劇 那個是再下一個 我先講一些翻譯劇 就是一個叫做《Death and the Maiden》 我們跟電影的改編叫做《不道德的審判》 這個就是一個智利的劇本 是講一個女人 她曾經在一些政治的監獄裏面被人強姦 她深深記住這個強姦的人的聲音 她沒見到她的樣子 瞞著眼睛 但有一天她遇到這個人 她很肯定 這個就是強姦她的人 但是她沒有足夠的證據 她知道是她 於是就綁著她的家 然後做一個審判 她剛好住在她的丈夫 就是一個政要的法律界人士 於是她三個人的糾纏 究竟她這樣做得對不對呢 是一個近乎有少少暴力 但是很扣人心願的一個滅力 究竟這個是不是真的強姦她的人呢 這三個就是我們今年重頭的改編和翻譯的劇本 好 我們下一節繼續談其他的大戲 就是原創劇 好 下一節繼續談 我們下一節繼續收聽Anthony的介紹